花蓮市第一場部落瘋田祭29號 分別是在嘎尼安部落 還有西夏部落熱情展開 市長魏家燕收邀出席 向族人獻上祝福 也共享豐收喜悅 期盼珍貴的原住民文化 可以持續向下雜根 部落頭目依循傳統 在領倉人員的帶領下 族人們部分男女老少 傳上傳統祖福 以歌舞的方式感謝祖林庇佑 這是花蓮市首場部落瘋田祭 29號分別在嘎尼安部落 及新夏部落熱情登場 而市長魏家燕也受邀出席 向族人們獻上祝福 今天是我們花蓮市第一場的豐年祭 其實今天也看到 我們不管是在地的我們頭目 以及我們所有的祈老 還有我們的代表 跟我們地方的族人 婦女幹部等等 那祈聚一堂 那慶豐收 那也很感謝祖林的庇佑 那其實有在我們祭祖林的這個部分 也希望說大家要尊重一下部落 那在儀式完之後 那可能有一些大會可以一起 活動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一起一起 那未來在花蓮市公所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的 為了部落的傳統文化 持續的向下紮根 那也希望說一代傳一代 讓我們年輕的部落族人 都能了解到歷史的文化跟脈絡 豐年祭是原住民族 在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市長威嘉燕表示 很高興能看到 許多在外工作讀書的年輕人 都返回部落熱情參與 而市公所也將會盡全力 支持各部落發揚自己的傳統 並協助文化記憶向下紮根 讓主連擊其勞的智慧代代相傳 記者 許麗晴 華聯市報導